那天上去 我主要為兩個弟兄祈禱 雖然聖靈的張兄不算太大 但我問他們 他們的感覺是平安和輕鬆的 都感謝主 以我自己來說 這次我以前很多時候為人祈禱 不過通常都是按個感動去祈禱 這次我嘗試 照葉牧師所說 先去學武神 帶領祂一起邀請耶穌到中間 再去祈禱 我感動 釋放之後再問他 再看回應 對我來說算是一個新的嘗試和新的提升 我自己的感受都覺得 那個聖靈的恩高和自己的感動 我都覺得是強了的 在這裏的感濟祈禱 我也是第一次去的 我本來就是想著我去見識客 因為我 想著我自己甚麼都不知道 是這樣的 錯了我也很害怕 想著我自己甚麼都不知道 我去那裏的時候 我完全不怕 很輕鬆 當我服侍一個姊妹的時候 她在腳尾很舒服 今天我幫她祈禱和祝福她的時候 我自己都覺得要生年充滿 所以師父在我問她 我會覺得她的心裡很平安 很舒服 感謝自己爭予 在這次宣教裏面 我覺得很輕散 沒有帶著包袱 但上去時 服侍一位傳導人時 有點害怕 而且要提升自己的普通話 其實我真的是普通人 所以都半淡淡 當中我看到不是靠人 是靠神的靈 神的靈給我 恢復我有先知祈禱恩賜啟示的靈 是透過他 為他服侍祈禱的時候 對方是很感動 他流淚 他在侍奉的難關 他沒有說過給別人聽 但我感受得到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被祝福的 在神裡面 大大的 醫治他裡面 心裡面的煩惱 我覺得神是真實的 而且我發覺這次去宣教的時候 神提升我在裡面的靈 是挑戰的 以致我能夠有信心 能夠克服到我自己 以言的障礙 甚至在聖經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很自然的祝福 就已經能夠做到上帝 與我做的事 我覺得是非常之開心 所以將永遙歸避主 謝謝 So 我第一次去宣教 什麼都不懂 我只是坐在 Mandy Rachel 他們後面聽 然後他們在祈禱 又站在旁邊看 學習的 誰知道 葉牧師看見我坐在那裡 我又看著葉牧師幫那兩位女生祈禱 葉牧師說 走過來 走過來 我的手 走過來 踏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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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開始好像感覺到 有點不對勁了 我心想 我在笑 怎麼搞的 幫人醫治 醫治人家 醫治人家 醫治自己 然後 Rachel 很好 她其實就走過來捕我 踏著我 踏著我兩個女生 幫手 和葉木師圍了一圈 Rachel 看到我兩眼 好像覺得 都看到我和她打顏色 好像我不行 好像這樣 那 Rachel 就放手 然後就直接 和我 牽著我兩隻手 然後我就不斷搖 然後 本應搖搖圈 然後又前後 我受不了 前後真的發抖 流的腳 撐著不要跌 很噁心的 告訴別人 然後 Rachel 也受不了 我也是躺著我 但我很感恩 因為我最初見到都沒有什麼感覺 下次都不知道好不好去 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我覺得很悶 但我覺得這次去完之後 最後 我真的要去 原來神真的很疼我 我打算醫人 怎麼知道 給神醫治我 他都沒有遺棄我 所以我很感謝主 然後我開始起落 開始很順主 那個心 再跟他距離 又再近一步 所以我一定要去宣教 原來幫人 等於幫自己 我去跟他走 我先回家 你快點 我自己想怎麼走 我終會了